最近英女王感染新冠的消息令人焦心 在这种关键时刻 威廉王子似乎开始展现他非凡的个人能力 据《每日星报》2月24日报道 威廉王子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式展开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前 曾在伦敦私下访问了英国军情六处 据了解 威廉王子到军情六处的行程 其实是没有公开的 只能从法庭提供的详细访问文件中 才能找到相关消息 而至于威廉王子在军情六处见了什么人 做了些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今天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对峙数月后 俄罗斯的坦克终于越过边境 驶向乌克兰 势如破竹 国际社会也纷纷表示关注 至于事件的走向 还是要看俄方的决定 其实 这不是威廉王子第一次密访军情六处 早在2019年 威廉王子就花了三周时间 与军情五处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合作 以进一步了解英国的方方面面 在与这些部门一起工作学习的同时 威廉王子还了解了很多美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 威廉说 我需要多花点时间在英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了 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 在保护英国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 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看上去很普通的人 当然了 他们其实也都是普通人 他们只是在做着一件 平凡的工作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据了解 其中一次的会面可能是与军情六处负责人 理查德姆尔谈话 尽管目前没有切实的资料报告 但对方应该就是理查德 可以看出 威廉王子一直在王室的核心位置 并且肩负着许多重要任务 相比查尔斯 他显然更有个人能力 而且形象也比父亲要好 不知道查尔斯能否顺利继承王位呢 英国未来王后 卡米拉与前夫安德鲁帕克·保尔斯 育有一儿一女 劳拉·洛佩兹和汤姆·帕克·保尔斯 现在 他们又为卡米拉添了五个孙子 女 另外 作为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继母 卡米拉也是这两位王子的孩子 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 路易斯王子 阿奇·蒙巴顿·温莎 和莉莉贝特·蒙巴顿·温莎的继祖母 2月25日 在下周四的读书日到来之前 康乌尔公爵夫人向某媒体独家透露 她最喜欢给她的孙子们读的一本书是 《了不起的大道奶奶》 这本书由英国畅销书作家大卫·威廉姆斯所著 主要围绕着一个11岁的小男孩和她80多岁的祖母展开 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每周五都要出门跳舞 他们就会把11岁的本送到她的祖母那里 起初本很不喜欢去 因为她觉得奶奶只是个会嚼薄荷糖 玩拼子游戏 身上全是臭臭的圆白菜味的老太太 直到有一天 本发现她的祖母是个国际珠宝大盗 而且老太太还打算带着她去偷女王王冠上的珠宝 卡米拉说 当他们睁着大大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我 想知道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有趣故事的时候 那一张张好奇渴望的小脸 真是可爱极了 让我十分欢喜 卡米拉很喜欢读书 她也会定期举行读书会 和粉丝们分享一些有价值有趣的图书 只是这一次 当已经74岁的老奶奶 讲到了这本了不起的大盗奶奶的情节时 让很多粉丝不由得联想到她自己的生活经历 因为过往那段第三者的经历 嫁入王室的卡米拉一直不太得婆婆英女王的喜欢 因为自己的不喜欢 再加之考虑到英国人的民意 卡米拉在嫁入王室之前 英王室曾经发出声明 声称在威尔士亲王继承王位后 堪沃尔公爵夫人将你被称为半妃国王夫人殿下 然而 因为儿子查尔斯王子的执着和坚持 95岁的女王 本月初终于做出最大的让步 公开表达了支持卡米拉当王后的态度 在纪念登基70周年纪念日时 女王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我永远感激并对你们继续给予的忠诚和爱保持谦卑 当时机成熟时 我的儿子查尔斯将成为国王 我知道你们将会像支持我一样 支持她和她的妻子卡米拉 卡米拉现在还没有丰厚 就开始迫不及待憧憬以后的生活 甚至认为王后是一项巨大的荣誉 伊丽莎白女王的选择也让人失望 公开支持查尔斯夫妇 甚至默许卡米拉丰厚 事实证明当年的侧妃身份 只是查尔斯的缓兵之计 最终还是想把卡米拉送上王后宝座 卡米拉面对镜头的时候无比自信 认为自己会成为称职的王后 并且期待始终生至 我真诚地希望 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 卡米拉将被称为王后 继续她自己忠诚的服务 卡米拉终于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在女王发表公开信后 很多她的国民选择尊重老人家的选择 然而也有很多人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在他们看来 卡米拉这顶王冠 无异于是从女王那里抢 窃取来的 因为毕竟这不是女王心甘情愿的选择 更不是他们乐于见到的结果 很多英国国民都表示 即使卡米拉做了王后 她也只是查尔斯的王后 而不是他们的王后 不过呢 即使这样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 但卡米拉成为王后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除非极其意外的情况发生 近日 卡米拉也表达了自己能丰厚的喜悦之情 和对于做王后的向往 在系列节目 女性时间的一期特别节目中 准王后说 能成为王后是我极大的荣幸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荣誉 不可能再有更大的荣誉 她确实能帮助我 进一步强调我所关注的慈善事业 我将继续关注这些事业 反对家庭暴力 你知道 如果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会中途放弃 我将继续努力 帮助像戴安娜这样的人 我希望我能做一辈子 这里的戴安娜 是指戴安娜·帕克斯 她的女儿乔安娜·辛普森 在2010年被自己的丈夫杀害 卡米拉之前曾表示 帕克斯女士是她帮助家庭暴力 受害者工作的灵感来源 据悉 目前 卡米拉已经从新冠病毒中康复 将很快恢复工作 卡米拉表示 经历了艰难的新冠疫情大流行 她希望借着女王登基周年之际 英国 人们可以一起庆祝一下 卡米拉的愿景 当然很美好 只是想要她的国民 心甘情愿接受她做王后的事实 貌似还需要一段时间